紮肥二世是追擊手的天性 上市公司高資產低市值 注定會被瞄準為獵物 話說家道理家族和劉聯雄交手過幾個回合 很不容易擊退這位財技高手 力保大酒店的控制權 還未及喘息之際 一年之後再接到戰書 今次挑戰者同樣是玩財技出神一化 較早前整合世紀系奠定江山後馬不停蹄 這正正是挪鬱稅 並以國泰城市掛稅展開新一輪的追擊 1988年10月18日 大酒店、國泰城市和富豪酒店 分別宣布停止賣賣 市道消息不敬而走 有雲國泰城市全面收購大酒店 亦有雲國泰城市移收購旗下九龍酒店 以及大酒店在美國紐約的一間豪華酒店 其實家道理家族擊退劉聯雄之後 並沒有直接從樓市買回三成半大酒店股權 家族的算盤本來想避免向其他小股東提出全面收購 所以他們選擇通過國際配售 將這批股份的一部分賣給機構的投資者 所以換句話說 三間公司齊齊停牌那一刻 家道理家族控股大酒店 實際仍然在35%以下 羅玉瑞向大酒店發動突襲? 謎底在當日收市其實已經揭中 家恩大酒店向聯交所和股東發出通知 表示國泰城正考慮全面收購大酒店股權和應股證 當時大酒店部分已經分拆 國泰城市的收購價值為每股6元 包括現金4.5港元和一股國泰城市股份 應股證按照相等價值計算 大酒店發出通知之後 董事局聲明必須保持獨立 其業營運策略不受干擾 方為最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因此大酒店表示不歡迎國泰城市任何收購的建議 但對其自稱無敵意收購之聲明 同時都表達了感謝 隨後就向聯交所申請立即恢復股票買賣 大酒店的遠距和感謝在前 反觀國泰城市就沒有即時反應 導致股民都以為收購實屬吹水 誰知道第二天開市 大酒店、國泰城市和富豪酒店仍未恢復買賣 這一刻古民就知道事態並不平常 非福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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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